嗨 各位 其實這支影片之前很早之前就想要拍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支影片是官務特考那個放榜 那當初其實在PET上國考版我就有發過新的文 那很多人都有來詢問一些問題 所以今天我主要想針對我準備考試的這些過程 還有書單跟一些方法想跟大家做分享 那後續可能也會再拍一集就是有關於薪水 還有工作的內容輪班的方式更細部的再去跟大家說講解這樣子 那在進入到重點之前 想先請各位去尋找一下你準備考試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人他只是他朋友在考那他也跟著去考 或者是說畢業了不知道幹嘛他也想去考試 或者是他的父母逼著他去考 那這些人或許你的動機就不是這麼的強烈 有些人他是真的是為了要拼了這一份 為了這份工作去拼命 那他有很強烈的動機 所以他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他會非常的有目標非常的有方向 那如果你的動機不是這麼強烈 那我覺得或許你可以考慮一下別的出路 因為世界上這麼多工作不見得是只有公職這份工作 最適合你可能會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先跟大家講解一下我的狀況 我在105年退伍之後 我是7月退伍的 那我9月10月的時候找了一份兼職的工作 是早上大概做4、5個小時而已在早餐店 那剩餘的時間就是你可以念書 那我偶爾也會去做一些假日的part time工作這樣 那大概到12月1月的時候 我才把所有的工作都吃掉 專心的全職念了3、4個月 因為4月就考試了 那我總共準備的時間我覺得應該算是 4個月的兼職、4個月的全職 總共大概是接近8個月這樣子 好那它有5個考科 那我現在就是來分享一下我準備的方式 因為4等跟普考是一樣的 所以說它的共同科目、專業科目比重是一樣的 那考5科的話等於說1顆是20% 那第一個我們先講國溫好了 國溫這個東西我就是等於是幾乎沒有在念啦 因為我覺得國考嘛 共同科目是看你一生所學 那專業科目是看你一年所學 就是你考試期間的所學 那我認為說國溫我在怎麼念 其實分數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我只有公文在進考場前 有快速的背下的格式 就是什麼發發書密書 這種大家都朗朗上口的東西 那大家看一下我成績單好了 我把它放在旁邊 那其實國溫分數也不是說很高 甚至是我公文名格式都寫對了 那他還是給我不是很高的分數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反正國溫我覺得你只要不至於考到太爛 什麼30分40分這樣 他不至於是決定勝負的那個關鍵科目 那就是幫他放水流吧 不是這樣子 好再來我們講到英文喔 英文在共同科目裡面算是比重非常重的 不像高普考 他只是共同科目裡面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其實很多人都一條龍最後還是考上了 但是關鍵科目不一樣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話 你先天就是輸別人一節 所以我認為你要準備關鍵特考 你的英文如果沒辦法考到多一六七百的話 我是覺得或許你可以選擇其他的考科 因為英文沒辦法讓你在短時間一年兩年 你就可以馬上提升 去在考場裡面取得不錯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先天的條件 你要具備你才能去選擇關鍵特考 好那我個人準備的方式 我是考92分啦 但是其實我的英文跟考上的人來講 我覺得我英文並不強 我在大四的時候那時候做校內的那個 那個校內的英檢 多一大概也是不到七百分 也是就是六百多這樣 那我是準備的過程當中我也是非常煎熬 因為我認為英文這一顆我沒辦法贏人家太多 那我想的就是說沒關係那我至少也不要輸太多 所以我著重的就是說單字嘛 單字一定要背 七千蛋一定要會 那文法是我的弱點 那好險我們這一年文法輸的不多 所以好價在無可以拿到這樣子的分數 對 那英文大家絕對不能放棄啦 如果你要考的話 每天一定都要維持一些語感 那單字也要背 那如果你英文真的不好的話 那你也是建議你不要選擇關鍵特考 那再來講到的是一顆奇妙的科目 法序加憲法 其實我法序真的也是接近放棄啦 因為法序我覺得它範圍太大了 對有名法啊 然後刑法行政法全部都有 那憲法相對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保握的科目 因為憲法的範圍小 那甚至是它的蒸修條紋也很長 就是挖空格拿來考你 所以在考前我非常喜歡看憲法的蒸修條紋 因為它就感覺像是一篇很長的文章一樣 它會把關鍵字挖下來 你有時候考前你瞄到這個東西 它剛好考出來你可能就會選對 那法序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可以交給各位的啦 我那時候也是使用阿摩啦 法序我也沒有補行 那你就能做就做吧 因為影響不大 它只佔了100分裡面的50 我覺得至少你也是要對個七八成 那憲法的話我是覺得你可以對到九成以上 憲法是比較好保握的 那再來講到經濟學 它是全選擇出題的 如果你有去考選部看過它的題型的話 它相對於生存題來講 選擇題它有正確的答案 你只要選得出來 不管你推理的這個邏輯過程有沒有錯誤 你只要選到正確的答案 你就是兩分全啦 那這是一個好處也是一個壞處 壞處就是選擇題的選擇題比重越多的考試 通常考生也會越多 像我們那年大概2500個報名 我們最後只入學38個 這樣子的比率在國考裡面是相對非常低的 以四人考試來講 我那年入學率最低的 就是我們關務退考的一般行政 這可能跟他選擇題的比例很多 也是有關係 那經濟學的準備方式我個人是有補習 我是補學校老師的經濟學 就是如果你們是考經濟學的話 你也有嘗試去補習班找資源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這位老師 那我個人也是非常推薦他 因為他上課好玩 那你比較不會有在上課的感覺 那就是一步一步的過程 他會跟你講很多故事 其實都是跟經濟學有關係的 但比較有問題的是 我認為因為老師他的課程內容 主要是針對三等高考 就是有有生論題啊 還有一些比較進階的題目 所以我個人是會去做一些過濾 我不會他上什麼課我就全盤接受 我會去上課內容搭配考古題來看 會發現其實課本裡面有一些內容 是我們考試等的不用去準備 像是跨期啊替代效果所得效果 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一些經濟模型 其實我們是可以忽略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筆記的整理 那到時候我考試的時候 我就是看我的筆記 我就可以去應付考試了 所以說30堂課實在太多了 有些東西是可以省略的 我們就盡量讓我們準備考試的投資報酬率 能夠越高越好 再來最後一顆 行政法 這應該算是我們官務特考一般行政的大魔王吧 我認為這個類科應該是不太會有 法律系的本科生來考 因為三等的考試比較多著重在法律 而且我們四等又考了一個經濟學 所以說我認為大家是各個科系 就我自己在搜訊來講也是各個科系都有 有經濟系啊像我本身氣管系 也有一些邊境還有什麼邊境管理的一些科系 甚至是連外文系都有 因為我們考科類別很繁雜 對那行政法這一課的話 我個人也是有補習 我是因為我一開始有講到 就是我有考慮到預算 所以我那時候即便我是考106年的考試 但是我的寒售我是買二手的 是買104年的寒售 我是上PTT上面買的 上面很多資源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那時候選擇的是成樂老師 那他的課程也是很多 那也是非常的扎實 但我個人認為你也是 把握好簡單的就好 其實太難的東西你不會 其實別人其實真的也是不會 那四等生論題 有四題一題25分 那很多人都問說 要寫多少才會有不錯的分數 其實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每一題真的我只寫一頁而已 就是真的一頁 我從來沒有寫超過第二頁 四等一題也不過只有不到半小時 二十多分鐘讓你去寫 所以沒辦法寫要太多 所以重點要寫這是一定的 那你一定要知道說初題者 他想要穿搭給你的是什麼 那你再去分析 然後再去寫出他真的想要的東西 那也有很多人問說 法律的內文要一字不漏的背下來 那我跟你講 要一字不漏的背下來是不可能的 誰都辦不到 天才也辦不到 我們更是不可能辦得到 你只要把條文的內容 理解吸收 用你自己的意思寫出來之後 後面再用一個刮虎寫 可以直接寫參照 某某某某法 第幾條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背不出條號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寫參照某某某某法 當然啦 你能寫出條號這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老師他一天要看很多很多試卷 如果你可以 馬上讓他知道說重點在哪裡 然後你給他方便 他對你的分數也不會隨便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認為行政法他其實最重要的是行政程序法 因為大概四題的生日題裡面 可能至少每一年都會有一題是出行政程序法 就是前十條的基本原則 像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這些都是四等常常愛出的題目 那最近啊 也常常出現 他會直接抓一篇 譬如說大法官解釋 或者是 聽障法官聯席會議的某一篇解釋文 那他直接抓這個實力題來考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 這種東西就是他 你看過你就會寫 你沒看過你就不會寫 所以說 你在學習這個科目的時候 你基本的一些認知的堆疊也很重要 就算你不會寫 你也要想辦法去 描述的像是你會 你真的懂一樣 所以說大量閱讀是非常重要的 以這個科目來講 那就是最後了 想做個結論 其實在準備考試的過程當中 你常常會聽到人家跟你說 什麼 第一點 先求有再求好 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這個看法 為什麼 因為你考四等 你考五等 你最後 你如果有心想要 從事公部門的職業 把它當做醫生的職業的話 你終究還是要去考三等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考三等 你要抱著這個 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呢 你在考大學的時候 你應該不會想要先 隨便填一間大學 然後你之後再說 先求有再求好 我之後再去轉學 再去念研究所 念一個好一點的大學吧 那你在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時候 你一開始也不會想說 我先隨便交一個就好了 那我之後再去交一個更好的 應該不會這樣吧 那同樣也是一輩子的工作 為什麼你要 抱持著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呢 如果你時間 充足 你底子又不差 你可以一次到位 直接考三等考高考 減少你人生走冤枉路的時間 那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再來第二點 準備考試過程當中 其實充滿了不確定性 你往後對於這個工作 我可能也不甚瞭解 所以你想要去發文 詢問工作內容之類的 那很多酸民都會跟你說 考上在煩惱 相信你有在PDT上 瀏覽相關資訊的話 這句話你一定是看到煩的 那我本身非常反對 因為我認為你在考上之前 你就要做好充足的功課了 如果你真的花了這麼多心力 去在這麼競爭激烈的考試當中 脫穎而出 取得這份工作 那最後發現這個工作 其實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是他的工作內容 跟你所想像的 完全是天差地遠 你覺得自己不適合 你想要離開 那代表說 你之前 複數的這些行李 全部都白費了 所以我非常 就是大家不要再講說 什麼考上在煩惱的 如果說有人有疑問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盡我所能的告訴你 希望說你可以對這個工作 有更深的了解之後 你再決定說 你要不要投入這個考試 也像我剛剛講的 不要走冤枉路 對啊 好 最後囉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八十二十八折 其實你把這支影片看到 最後面的這邊 我敢說你已經 贏了80%的人 我們那一年2500個人到考 實際2500個報名 實際到考只有1500個人 有1000個人直接缺考 那即便是很多到考的人 他也只是在桌上在睡覺 然後考卷寫完馬上就交卷了 那我認為 你現在在網路上搜尋 考試的相關資訊 想要去知道他工作內容是什麼 那你已經是前20%的考生了 那你想要考上的話 目前為止還不夠 你還要再前進一個80% 那剩下的這段距離 你必須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去找出適合你的讀書方法 去想辦法提升你的考試的成績 來取得這樣一份工作 那呼應我之前講的 我認為說不要考上再煩惱 所以我之後想要再拍一集 就是關於關屋這份工作 他的內容 他的薪水福利待遇 還有他輪班的方式是怎麼樣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 之後我會再發布一些相關的訊息 希望可以讓你們在準備考試的過程當中 可以更順利更有效率 那大概是這樣 掰掰